是的,繼續回來到我們生動文哥華歌唱大賽的初賽 也是十六進十的淘汰賽 大家好,我是傑瑩 大家好,我是凱BB 其實已經有很多朋友已經唱過她的歌曲了 沒錯,其實我們的比賽已經是接近到最後的一個部分 只剩下最後幾位了 那我們現在就為大家邀請出我們13號的參賽者 是14號的 14號,對不起 時間過得太快了 剛剛那個是13號,如果已經知道 現在是14號了 我們有Stephanie在這裡 Hello,Stephanie,你好 Hello,你好 Stephanie,我知道Stephanie也是CBC,是不是? 在這裡出生 半個,半個 你是聽廣東話的,所以我就專門頻道了 好啊,你聽廣東話很棒 真的嗎 Stephanie,我想問一下,是不是你第一次參加唱歌比賽? 是啊,這次是第一次 那是誰叫你來參加的呢? 有很多家人支持,還有很多朋友支持 所以這麼多人支持,你應該都很有心心 應該是的 因為其實今天Stephanie選的歌曲也是有難度的 好難啊,這個歌手Sheila 對,她有參加我是歌手,也是那種爆發性的很強大的 大家都真的很喜歡她 是啊,那我們現在就有請Stephanie唱出這首 叫做這個 我作詞主唱的歌曲 在這裡的歌曲 我們會開始參加一個一個時刻 閉上眼傾聽 彼此呼吸 心跳的節奏而為你 那是這世界最神奇的默契 A moment like this 就算搬成不同的未來 For a moment like this 記得彼此最粗的情懷 我的心是在表白 Oh 歌聲穿越 是在這片海 在你心裡住下來 For a moment like this 每次分別找我們相連 每一切相約我們都輸 這些點 回憶你的年齡 心裡暖流在滿臉 For a moment like this 就算搬成不同的未來 For a moment like this 記得彼此最初的情懷 最初的情懷 我的心是在表白 Oh 歌聲穿越 是在這片海 是在這片海 在你心裡住下來 For a moment like this For a moment like this 有掌聲提醒我們要鼓掌了 沒錯 唱完當然要 其實都挺緊張的 在這個現場直播室 其實外面都有很多朋友看著它 對 沒錯 那其實大家現在在YouTube上面 也可以看到我們的現場轉播 沒錯 當然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看一下Carmen姐 覺得Stephanie穿在裡面了 好 那麼我說國語沒問題嗎 Stephanie 沒問題 好 沒問題 那第一個要講Stephanie 跟詩拉一樣漂亮 所以她一進來我就被她吸引住 好漂亮 一開口的聲音非常吸引我 但是有一些小地方提醒你 就是我個人的意見 第一個在低音 我覺得你最大的有一個地方 是在轉音的部分 你的轉音可能需要加強一下 因為這首歌它確實很多的轉音 那麼從低到高 需要你有一個很好的 一個駕馭的能力 那麼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唱這首歌的時候 它裡面有很多positive的東西 你需要去傳出去 所以需要power 那這個power部分 我覺得你也可以再加強 我就這首歌來說 第三個就是麥克風的使用 因為剛剛有一個音 你可能怕你自己唱太強 所以你就把臉轉得比較遠了 事實上我們其實在麥克風使用上面 這是一個技巧上面的問題 以後也許你可以慢慢再多學習 不要一下就離得mine太遠 因為如果你不是真的肺活量 或者是音可以表達到很遠的話 那這也是一個很危險的動作 不過整體來講 我覺得你跟詩拉一樣又漂亮 然後也很會唱歌 謝謝 謝謝Carmen姐 謝謝Carmen姐 謝謝我們的Stephanie 你知道嗎 不是每個都Maria Cadero 就是把我的麥克風 把麥克風放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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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麥克風拉到地上 如果你不是這樣 真的不要拼搏了 對對對 還是跟麥克風要有一點近距離的接觸 近距離接觸好一點 好 那繼續來這位朋友 又是一個男生 是的 我們倒數第二位了 15號的Jimmy 哈囉你好 嗨 大家好 哈囉 Jimmy 哇 Jimmy長得非常可愛啊 就是眼睛小小的 我喜歡的類型啊 像Rain一樣是不是 沒關係啊 你個 主要呢 其實要問你呢 你是喜歡 你的偶像是Bruno Mars 對不對 對 對 為什麼會喜歡他呢 因為他的身高 跟我一樣都長得很高 Bruno Mars 哎呀 真的 長得很高的ね 不過Jimmy他很 就是誠實啊 他也知道外面 透明直播室外面 大家都可以看到他嘛 沒有啊 就是Bruno Mars 在我心目中 真的是長得很高 高大 因為才氣而高大 對 我們不是真的 要看外型的 那你喜歡Bruno Mars 除了他長得很高之外 還有什麼原因呢 其實我是 就是喜歡他創作的才華 還有他唱歌很有爆發力 是 這個真的是 就是音樂人該有的 對 那今天選來的歌曲呢 是周杰倫 也是另外一個創作人啊 那為什麼會選這首歌呢 因為我覺得 就是唱這首歌 就是很有感覺 很有感覺哦 這首歌就叫 最長的電影 最長的電影 那要給他兩分鐘嗎 再給你兩分鐘 沒問題啊 多給你幾分鐘好了 那我們就來聽聽這首歌 周杰倫的最長的電影 我們的開始 是很長的電影 是很長的電影 我們留了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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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島花的痴 全記了誰改變 如果再重來 會不會消失嗎 愛是不是 愛是不是 不開口 好多好 不開口才珍貴 太珍貴 再給我兩分鐘 讓我把記憶結成名 眼泳化了 眼泪你装都化了 让我怎么记得 记得你叫我忘了吧 记得你叫我忘了吧 你说你会哭 不是因为在乎 再给我两分钟 让我把心意结成病 眼泳化了 眼泪你装都化了 让我怎么记得 记得你叫我忘了吧 记得你叫我忘了吧 你说你会哭 不是因为在乎 真的可以给他多几个两分钟的 我觉得我会给你一个钟 两分钟不够了 你唱得懂吗 对啊 因为唱得这么好 对不对 谢谢 不如问问Wendy觉得如何 Wendy真的说所有的男生都去你了 今天真的很幸运 对啊 对啊 那我给你两分钟好吗 好啊 Jimmy 其实我觉得唱得挺好 你弹吉他的 我觉得你下一次可以带吉他上来再唱一次 其实不错不错 其实chorus和verse都表现得很好 其实都不是很多讨论 可以更加投入多一点 但其实so far 所以这首歌都很适合你 谢谢 很好的评议 基本上真的是很高的评价 谢谢Wendy 谢谢 Thank you 哇 这么好的评价 现在很快要到最后一位的参赛者 不知道她的压力会不会比较大 最后一个吗 真的啊 因为听完她应该都有在外面听15个其他参赛者的表现 所以到了她自己这边可能会更加好 但第16号的Layla我觉得她真的很有女神的模样 这个真的更梦幻了 是的 又高又瘦 头发又很长 好美哦 好Layla 我知道其实你也是很小就开始喜欢唱歌了是不是 对啊 那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因为小时候坐在台底下听爸爸唱卡拉OK 爸爸很爱卡拉OK 对 他很喜欢唱魔王的歌 是哦 Alphus 所以从小就有受到这样的训练 爸爸长得像Alphus吗 应该更帅一点 啊 怪不得女儿这么漂亮啊 对 你有哥哥吗 没有 哦 好 那没事 Alphus先专心主持 OK 好 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我们16号的Layla 带来这首很有复古气息的夜来香 那南风吹来清凉 那夜阴的声歌唱 我爱着眼影歌唱 也爱着眼影歌唱 更爱着眼影歌唱 更爱着花一般的梦 拥抱着眼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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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吻着眼来香 吻着眼来香 我为你思量 我为你思量 我为你歌唱 我为你思量 啊 压到 Ni kia 偶遍来生 我为你思量 啊我为你歌唱 我为你思量 我为你思量 你觉得是在年代的百乐门 但是又是夜深了 去到我阿婆的年代 真的很有复古的浪漫气息 我们听听评审之一 Mary姐有什么讲评 Layla 你好 其实这首歌我觉得一点都不容易唱 因为本身这首歌已经是很经典的作品 另外这首歌的編曲方面 是很放鬆的 所以在演绎方面 除了要唱得出那种味道 即是有一种女人味的那种感觉之外 另外也要掌握整个气氛 我觉得Layla的唱法 也是一个不错的演绎 但有一些兔字 不是很清楚 如果你在兔字方面 兔字方面 谢谢我们16号的Layla 谢谢 谢谢 哇这样就16个已经唱完了 唱完了 都听完了 好沉醉的一个下午 是啊 我们现在很紧张要计分 是 稍后11号就会公布哪十位 最后可以进入我们十强 没错 那现在就要邀请我们这个工作人员 要像小蜜蜂一样辛勤的工作计分 哇时间很紧张 现在在我们手上 已经有六位淘汰的朋友的名字 对 而且在我们现场 其实16位参赛选手 都已经全部排排站站在我们面前了 是啊 那很虚核的场面 没错 而且等一下我们要宣布出的是六位 今天很不好意思把你们淘汰掉的选手 不要打我们 不要紧 我宣布了你之后 一会儿出去和我们喝茶吃饭 或者唱K 我们很准备陪伴大家 就是发泄一下 没错 这个这么残酷的宣布 我做第一个先 有请阿海讲出第一位 第一位会被淘汰的 不好意思 我们是有一号的Vivian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Vivian 多谢你参与 谢谢 第二位被淘汰的是 我们就是跟Number这样下来 就是我们六号的Gym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手放开 我们只能把你先放开一下 抱歉 抱歉 好 继续下一位会被淘汰的呢 我们是有7号的Arelia 不好意思Arelia 不好意思 我们还是会跟你一起去跑步 我还是会去整肥的 我会去找你的 对 好下一位被淘汰的是我们13号的Amanda 吕冰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 继续我再说 就是14号的Stephanie 不好意思 真的好难过 要讲出最后一个 现在要去到最后一个 大家心情是不是很紧张 她懂得俯笑 她们因为很舍不得刚刚被淘汰 是 那最后我们要说出的这位 今天暂时要离开我们这个比赛的就是 16号的Layla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对 好了 恭喜我们现在现场 十位的朋友 你们进入了十强 恭喜你们 你给点声来听一下 有没有开心 是的 恭喜我们剩下的这十位 就可以进入5月22号 生动温哥华的总决赛 是的 而这十位的朋友很厉害 也是有机会 就是华言国际 会帮他们去试音 对 真的看看大家的运气 或者说你们将来这个演绎之路 要怎么走 接下来就要努力 继续努力 是的 当然 我们要约定大家 在5月22号的时候 就是总决赛 是的 那么听众朋友 或者是在YouTube上观看的 这个观众朋友 如果到时候想要买票 也是记得锁定我们的频道 我们会跟大家公布更加多的详情 而且之后这十位 我们也会在电台上有访问 可以了解他们更加多的 是的 其实要了解多些 可以记得上我们的网页 或者上我们的Facebook 都可以常常跟进 看到他们 没错 非常恭喜十位 进入我们生动温哥华的总决赛 加油 没错 在节目最后 我们播放一首歌 就是我们SQ11的这首歌曲 就有No matter what they say 但你们都入了位 对 你们就是厉害的 那我们就约定大家 遲些在5月22日的时候见 好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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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